大家好 前面我们已经把握了企业所得税基础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额的计算部分了 那么这一部分咱们会从收入谈起 谈到扣除 谈到税收优惠 最后对应纳税额的计算进行应用举例 那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收入部分 那么收入部分 我们第一个会谈收入总额 然后会谈我们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各种类型 确认时间特殊销售方式下收入金额的确定 最后还要谈不征税和免税收入 其实如果您低单元学的足够扎实的话 看着这个单元架构应该能想起一道公式来 那道公式 直接法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得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收入总额减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第二单元 咱们把直接法计算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这一段给解决掉 好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收入总额 企业的收入总额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或非货币形式 从各个来源取得的收入 那么货币形式的收入 包括现金存款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准备持有之到期的债券投资 以及债务的豁免 其中最容易糊涂的就是这个地方 有同学用看朋友圈方式读题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给混在一起了 存款和存货 他俩一回事吗 当然不一回事了 这是货币资金 货币形式收入 你要存货的话 这是一个实物啊 好 货币 那要是非货币形式收入呢 咱们是要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 而不是按账面成本 好 那一提到什么公允价值和账面成本 你脑袋里有没有一直在想会计准则的事情 换脑换脑 我们再说企业所得税的收入 随规定企业所得税不能讲公允价值了 这再说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啊 好 那这道小题目很简单 属于货币形式的有 存货 债务豁免 应收票据 现金 那不就是刚才聊的那个 用读朋友圈方式独体的同学吗 选择BCD 好 接下来 企业所得税的收入类型 嗯 一说收入类型 你脑袋开想了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什么什么什么 又上哪去了 又上会计那去了 我们这是企业所得税的收入类型 企业所得税把企业的收入按照它的来源不同区分为以下N类 第一类叫销售货物收入 销售货物收入是企业销售商品产品原材料包装物 低值一号品以及其他存货取得的收入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它销售货物收取了多少多少钱 你马上就知道了啊 这是销售货物收入 销售货物收入 或者它这个原材料购进来之后 现在不需要用了 又把这个原材料转卖出去了 销售货物收入 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的收入叫提供劳务收入 那么劳务这个词 咱们在增值税里面讲 专值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对不对 但那是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这里 劳务这个词回到小学语文的理解了 不管你提供的是修理修配劳务 还是加工劳务 还是建筑安装交通运输 仓储邮电等等 各种各样的劳动 其实你会发现 你要修理修配加工 增值税里叫应税劳务 你要交通运输建筑安装这些 咱们叫做服务 增值税叫应税服务对不对 但是企业所得税呢 不做这种区分 企业从事这些劳动 劳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都把它归入提供劳务收入当中去 好 又是一个换脑的过程 把你的增值税脑换成企业所得税脑 再来 转让财产收入 那么转让财产收入 这个财产有可能是固定资产 你把设备卖了 转让财产收入 有可能是生物资产 你把这个奶牛卖了 那我们取得收入 转让财产收入 有可能是无形物资产 你把专利全卖了 你把土地使用全卖了 获取的收入 转让财产收入 还有可能是股权 把我们的股票 或者是债券给它卖掉 我们也是转让财产收入 好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这么强调呢 来我们可以往下看看 这个 如果是我们企业提供固定资产 包装物其他有形动产的 使用权取得收入 这个叫什么收入 租金收入 说我们把设备给卖了 变成别人家的了 我不要了 那个叫转让财产收入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设备还是我的 我租给你用 那叫什么 租金收入 然后紧接着 如果我把专利技术给卖了 刚刚讲 那叫什么东西 转让财产收入 可是我把专利权不卖了 我就提供给别人去使用 那叫什么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一样吗 不一样了呀 或者是 咱们在持有股权期间 获得了股息红利等投资性 权益性投资收益 那么这个是作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来对待的 我把股权卖了 叫转让财产收入 我不卖股权 我持有股权 他给我分红分红 那叫股息红利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所以为什么要把这几项给他摆在一起 你去感知一下 都是设备 卖了 专案财产收入 租了 租金收入 都是专利技术 卖了 专案财产收入 使用权提供出去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都是股权 卖了 专案财产收入 不卖 分红了 股息红利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区分清楚 然后紧接着 货币资金 如果被别人占有 那我们会获得利息收入 这个倒好说 好 记下去 企业还有可能发生 接受捐赠收入 你捐给我一台设备 那这要考虑 接受捐赠收入 另外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咱们企业所得税 除了前面列举的这些 有明目的收入之外 还有一些没有列举的 其他收入 包括 企业资产的 益余收入 说物资益余了 那作为 企业所得税的 其他收入 一定不要看成 你会计上的 其他 业务收入 那是六个字 这几个字 四个字 这是企业所得税 除列举项目之外的 其他收入 然后是 预期未退的 包装物押金收入 做其他业 其他收入 但一定不要把它看成 未预期的收入 包装物押金收入 这也是专制 用看朋友圈的方式 读题的同学 这是预期未退的 包装物押金收入 企业要没收 变成企业的收入 对吧 那如果你的包装物押金 是未预期 会被没收吗 不会啊 你到时候 按期退还 企业得退你押金啊 不构成企业的收入的 预期未退的 包装物押金 是要确认收入的 未预期的 包装物押金 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紧接着 确实无法 产付的应付账款 你做坏账损失处理后 又收回的应付账款 债务重组收入 补贴收入 违约金收入 以及汇兑损益 这些都是列举项目之外的 其他收入 好 那我们还有 仕同收入 仕同销售 那我们讲过 增值税的仕同销售 讲过消费税的仕同销售 每个套路都不一样 企业所得税呢 企业所得税仕同销售是 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或者把货物财产劳务 用于捐赠 产赞 赞助 集资 广告 样品 职工福利 以及利润分配等用途 那会适同销售货物 转眼财产 提供劳务 另有规定除外 那适同销售收入 企业所得税这里 初级的同学们就不要过度纠结 有机会考住块 这块东西很有可能会成为重点 但初级这里难度有点高 咱们暂时先放放 就知道像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像我们把货物拿出去捐赠产债 它其实是一种适同销售货物的收入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个大表给大家讲完之后 给大家写了小提示 这个小提示 其实讲的过程中 我也给大家提到过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卖 那你卖货物原材料 那叫销售货物收入 对吧 但是你卖生产售备专利权股权 甚至无形资产 那叫转让财产收入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学扎实 要不然后面我们营业 销售营业收入的界定 你会有障碍 要认清楚 这是销售货物收入 它是要寄销售营业收入的 这是转让财产收入 它是不寄销售营业收入的 往下走 如果转让生产设备 是转让财产收入 出租生产设备 叫租金收入 这个不寄销售营业收入 这个要寄 未来会告诉大家 销劳租特 寄销售营业收入 对吧 然后转让专利权 转让财产收入 不寄销售营业收入 专利权使用权的提供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寄销售营业收入来到 转让股权是转让财产 分红是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 倒是都不寄销售营业收入 好 那这里边我们是分清楚 对未来我们学 销售营业收入的确定 非常有帮助 这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咱们企业所得税 从这个收入来源的角度上 把它分为 这是销售户的 那是提供劳务的 这是转让财产的 这是从来源角度 但是我们从 这些收入 它是否需要交税的角度 又可以把它区分为 应税收入 免税收入 和不争税收入 不同分类标准做出不同分类啊 那你比如说 我们的国债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啊 这是从来源角度的分类 但是国债利息我们是免税的 所以这个国债利息 它是属于利息收入啊 但是它免税啊 这俩不矛盾啊 就理解角度不同 第二个 第三个 不管是应税免税 还是不争税收入 都要记入收入总额 也就是收入总额 它是一个大圈圈 只要你按照 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需要确认收入的 它就应该在收入总额里 最典型的 你要是未预期的 包装物押金收入 未预期的包装物押金 它根本就不需要确认收入 没到确认10点了 那这笔未预期的包装物押金 肯定不在收入总额里 如果是预期未退的包装物押金 该确认收入了吧 它就在收入总额里 包括像国债利息收入 需要确认收入吗 需要它在收入总额里 只不过未来 它是免税的 未来有些收入 财政拨款比如说 它是不征税的 收入总额是大圈圈 免税和不征税收入 是其中的一部分 或者你换一个角度 我们刚才说 直接法算所得额的时候 那公式是什么 是不是收入总额减不征税收入 减免税收入来的 你得先把这些收入放在总额里 然后你再减去减去 对吧 你要是把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一开始就放在外面 那你怎么减 所以收入总额 它是包括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在内的 收入总额当中 剃掉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之后 剩下的这一部分 叫什么 叫应税收入 应税收入 也可以把它叫做 应当计入所得额的收入 是不是吗 你想想公式 所得额等于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 免税收入 那不就是 阴影部分要计入所得额吗 所以未来我们选择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看清楚 下列应当计入收入总额的 那么不管它应税免税还是不征税 你都得选 除非它根本就不需要确认收入 好 那如果问下列各项中 应该计入所得额的 那只有应税收入应该选 不征税免税收入 要从收入总额当中减去 不计入所得额 所以每一种提问方式 咱们的选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收入是我们 且所得税大提上来第一小题 这个图会非常有用 您 踏踏实实的往脑袋里面印 好 接下去我们看题目能不能做 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属于转让财产收入的 销售包装物 销售货物原材料包装物 这些东西都是销售货物收入 转让无形资产是转让财产 转让股权也是转让财产 这两没问题 提供专利权使用权取得收入 叫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所以这个题目选择BC 再来 下列各项中属于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 那我们主要是对这个商标权 我们才谈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如果你生产设备 你运输工具 你商铺 这个叫什么 固定资产吧 所以它应该是一种租金收入 那这个题的出题角度 是把租金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做对比 选择递选项 再来 应该计入收入总额的 我们说只要你需要确认收入的 不管征税不征税还是免税 都得计收入总额 那个大圈 转完财产收入应该确认 转完著作权收入应该确认 转完财产收入 债务重组收入是其他收入 接受捐赠收入 确实无法产付的应付款项是其他收入 所以都应该计入收入总额 ABCD 好那么解析当中 这句话很重要 只要按规定要确认收入的 就在收入总额里 接下去 下列应该属于 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的 那就是把货物用于产债 投资捐赠换入设备 我们都认为这是视同销售收入 ABCD全选 那么企业所得税这个视同销售收入 最多就是靠这种类型题目 就很机械的文字体考你 跟我们前面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不太一样 那个地方是有应用的 好那么关于收入类型 我就给大家谈到这里 那么紧接着 咱们收入需要确认 确认时间 确认金额 好先来看 确认时间 这个点 如果企业所得税在您抽中的考卷当中 不涉及大题 考小题目 那它非常容易涉及到 如果在你抽中的考卷里 解锁的是涉及大题了 那这个点就不怎么考到 所以看您自己的运气 建议呢 还是踏踏实实背 来销售货物收入 如果采用脱收成付方式 在半坨脱收手续时确认 预收款方式 这是货物发出确认 也就是预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时候 增值税 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 都是任发出时 商品需要安装检验 一般情况下 是购买方接受商品 并且安装检验完毕的时候 才确认 但如果安装程序特别简单 可以发出商品就确认 所以商品需要安装检验 我们不能一掏牵 要看是否安装程序十分简单 如果采取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 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 其所得税这里 就认收到代销清单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讲委托别人代销 在增值税那里 咱们是认三个十点吗 假委托已 假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 收到全部或部分价款 收到代销清单 或者发货满180天的当天 分期收款方式是按约定时间确认 这点跟增值税的处理是一样的 提供劳务收入 这个是按照完工进度或者完工百分比法来进行确认 包括我们受托加工制造大型的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等 那么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 也是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来确认收入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比较爱考要关注好 被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 除非有特殊规定 如果采用产品分成方式来取得收入的 是企业分得产品日期确认 那这个点靠的频率高 主动关注好 然后就是利息租金特取权使用费 这三个也是考考到的频率比较高的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任合同约定的时间 利息是合同约定 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 租金是合同约定成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 特许权使用费是合同约定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 只不过在租金这里 如果我们是一次性收了好长时间的租金 也许分期计入相关年度 你比如说我一次收了三年的租金 那应该是今年的在今年确认收入 明年的在明年确认收入 后年在后年确认收入 不是一次性对三年的租金都在今年交企业所得税 那接受捐赠收入是实际收到捐赠资产才确认 这个点也是比较容易在题目当中出现的 好 那么确认时间这个表格 我就无能为力了 讲给他讲清楚了 然后重点也给他揭示出来了 您自个得下功夫去巩固记备送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他并不涉及到我们后续理解的问题 可以说先把要点勾一下 然后回头我们再来背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等据规定 下来关于收入确实间的说法 不正确的是 采用脱收乘复方式的半可脱收手续时 确认 对的 B 采用运收款方式 发货确认 对的 C 需要安装检验 那我们不能一刀切呀 如果程序特别简单 可以发出就确认 程序不简单 那也不是收到货款时 是购买方接受商品 并且安装检验完毕时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误到 B 销售商品采取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 我们是收到代销清单 且所得税是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 增值税是收到全部部分货款 收到代销清单 或者发货满180天的当天确认 所以这个点不中确的 要选择C选下 好 接下去 计算且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时候 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按照发货的日期来确认收入 错了 预收款任发货 分期收款是合同约定时间 好 再来 在计算前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时候 利息按照债务人实际支付利息的时间来来来确认 错了 任约定 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任约定 只不过租金可以分期均匀的计入纳税年度 相关纳税年度 好 再来 20年11月1号 甲合乙签订名项销售合同 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一批商品 11月10号就收到全部价款了 11月20号发出商品 11月21号收到 那这是货物 货物预收款方式 不管增值税消费税还是企业所得税 任发出时间 所以是11月20号选择币选项 好 前面我们解决的是什么时候确认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确认多少 在确认多少的问题上 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直观的 你比如说 我销售了一批货物 含增值税价113万 那么我们这个企业要确认销售货物收入100万 还有13万是增值税 对吧 这一般情况还是比较好处理 但是呢 在一些特殊的销售方式下 到底要确认多少收入就比较模糊 所以在这里 我们是专门针对特殊销售方式下 收入金额的确定来给大家展开介绍到 那么这个点 如果您抽中了企业所得税的大题 应该这个点考到的几率就很低 但是如果你没有抽中企业所得税大题的时候 这个点就很容易考到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特殊销售方式 售后回购 什么是售后回购 纯中文意思理解 首先卖掉 然后买回来 售后回购嘛 关键是你这个售后回购 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假企业卖给一企业一台设备 一百万卖的 然后卖完后悔了 跟一企业商量商量 一百零二万我买回来 这种也叫卖完之后又把它买回来 售后回购嘛 但是这种它不带融资色彩 它就是纯粹的后悔 那么你卖的时候按售价券收入 假定你这一百万是不含税的 那么这不含税的一百万销售设备收入 你得确认转让财产收入嘛 然后你买进来的时候 一百零二万 假定不含税 然后呢 你买进这个东西是属于可抵用途的 好 那我们可能有一百零二万的 购进这个设备的成本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卖完了 我又后悔了买回来 但是大多数的售后回购 它不是因为后悔了 它是以售后回购为名 行融资之时 目标是融资 你比如说假企业有一台设备 现在他缺钱花了 他把这台设备卖给乙 卖了一百万 目的是我卖给乙 乙得给假一百万对不对 假就手上有一百万的活钱了 然后我们再签个合同 说到时候我从乙手上 把这台设备买回来 等我付清价款的时候 整个所有权就给我了 但是我花多少钱买回来呢 可能是花二百万买回来的 那你看一百万卖 花二百万买回来 中间可是差了一百万呢 这一百万是什么 其实是融资的一个利息 所以呢 我们这种 你售后回购为名 掩盖融资之时的情况 咱们是不进行确认收入处理的 收到的这二百万要确认 收到的这一百万要确认文负债 站在假的角度上 他一百万卖给乙 你得给他一百万 这一百万是要确认负债的 然后回购价大于原售价 回购价是二百万 大于原售价一百万 差额那一百万 我刚刚说是什么 是利息 按照融资的本质去处理 好 这是收货回购 所以卖了又买回来 你给他一刀切处理行吗 不行 符合收入券条件的 你确认收入 回购商品就购进商品处理 是以融资为本质的 那收到的这一百万卷为负债 二百万一百万之间的差 本质上是个利息 那作为利息费用去处理 好 这是收货回购 第二个 以旧换新 以旧换新我们学过没有 学过的呀 增值税 以旧换新 关键看什么 看产品 看以旧换新 换金首饰 还是换金首饰以外的其他货物 如果是以旧换新换金首饰 是拿不含增值税的差价 作为继税销售额 以旧换新换电冰箱 那是以不含增值税的新货价作为继税销售额 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过的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新货的不含增值税售价100 旧货的不含增值税售价是 作价是40 那如果你以旧换新换金首饰是要拿60去乘以比如说13%确认销下 那如果你是以旧换新换空调 那怎么应该是100万乘以13%一般纳税人确认销下 对不对 这是增值税 那企业所得税呢 企业所得税 你就换新 不管你是你就换新换金首饰 还是你就换新换电冰箱空调 统一的按照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收入 购进回购的商品 做购进商品处理 也就是我新货100万那我就确认100万的收入 企业确认100万的收入 然后40万即购货成本 他不管你以旧换新换的是金首饰还是空调 不管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你就换新的 解锁的是处理 按新货价确认收入 旧货作价是即购货成本 不管金首饰还是电冰箱空调 第二个 第三各种折 那么第一个折是商业折扣 商业折扣是因为购买量大 是因为促销而发生的 那前面我们讲 如果增值税发生商业折扣的时候 我们要看发票怎么开 如果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内分别注明到 那我们是不含增值税的折后价来作为继税销售格 如果是在同一张发票的备注栏内 或者说我们把折后额另开发票了 是不含增值税的原价来作为继税销售格 所以这块大家就把握清楚 要看发票的开具情况 那如果企业所得税确认收入呢 咱们一律按照折后价去确认收入 一百万因为购买量大打八折 增值税有可能 你发票开不好 有可能按一百万作为继税销售额 但企业所得税是 不管你怎么开发票 一律按折后价 不含增值税的折后价确认收入 好 这是商业折扣 因为购买量大 因为促销而发生的 那我们还有什么折呢 古折 来看一下现金折扣和销售折让 现金折扣是我们为了鼓励尽早付款 给予的折扣 这个应该初级会计时务讲的比我多 这个鼓励尽早付款 早一天就给多少折扣 早两天给多少折扣等等 好 这叫现金折扣 鼓励早付款 鼓励早付款 其实就是要提前获得资金嘛 所以这个折扣 它是作为财务费用去处理的 所以现金折扣 我们就直接按照不含增值税的原价 或者叫折前价确认收入 嗯 现金折扣发生时做财务费用处理 那销售折让呢 销售折让是真的是骨折呀 商品不合格 那我给人打折减价 这种是真骨折 本来卖的是一级产品有点瑕疵 那你只好骨折按二级产品去处理 所以呢 我们如果真的发生折让 要在发生当期 充减当期的销售商品收入 这是真正的骨折 所以三种折 因为量大的叫商业折扣 鼓励尽早付款的 现金折扣 因为产品不合格 不得已减价的叫销售折让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三个情况 各种折 第四个情况叫买一赠一 比如说买新型洗笛记 送洗洁经 新型洗笛记是四十不含税单价 洗洁经是十不含税单价 买洗笛记送洗鞋经 那如果增值税怎么处理 是不是想说老师你没讲过 增值税没讲买一赠一 你看我卖洗笛记 然后送洗洁经 卖洗笛记送洗洁经 都自产的呀 送的那瓶洗洁洗洁经 自产用于赠送 适同销售货物 卖洗笛记 自产用于销售 那最本质的销售 所以看一下 增值税是讲过的 你卖的四十的洗笛记 直接销售 你赠送的十的洗洁经 适同销售货物 所以都是计税销售额 乘以税率 缴定13%或者征收率 你去确认销售 或者应纳税额 所以增值税 咱们送的那瓶洗洁经 是要适同销售货物的 但企业所得税呢 企业所得税 我满意增一 我企业一共流入收入多少 四十 所以总共就确认四十的收入 只不过说 这其中有五分之四 是新型洗笛记的收入 有五分之一 是这个洗洁经的收入罢了 总共企业的经济流入 就是四十 所以我们企业所得税 满意增一 增的那个一 并不是同销售处理 增值税 增的那个一 是是同销售货物处理的 好 那我们这个特殊销售方式下 这个金额确认的问题 一项一项 踏踏实实 琢磨清楚 好 这是收入 来 收入部分讲的比较长 我们讲了什么 收入的类型 收入的劝时间 特殊销售方式下 收入的金额 劝多少问题 好 那接下来 不征税和免税收入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征税和免税收入 是两种东西 我们刚刚画图的时候是 这是不征税收入 这是免税收入 它们是不交叉的 不征税收入 原理上讲说 它根本就不在征税范围内 免税收入呢 是在征税范围内 但是给予优惠 所以两种是不同性质的收入 一定要区分开 换句话说 下来属于不征税收入的 那应税的 免税的 你不能选 下列属于免税收入的 那应税的 不征税的 不能选 应税 不征税 免税 它们是在这个圈圈里并列的关系 没有发生交叉 那这个大圈圈是什么 收入总额 好 先捋清楚这个关系之后 我们再来看 哪些是不征税收入 第一个 财政拨款 不征税 这个是肯定要记的 第二个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不征税 第三个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 那么这个其他 首先第一种 现金上人民政府将国有资产无偿化入企业 凡指定了专门用途并按规定进行管理的 企业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进行解锁的税处理 如果这资产属于非否货币性资产的 那么是按照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计算不征税收入 第二 从18年9月20号起 对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 在国务院批准的投资范围内运用养老基金投资取得到归属于养老基金的投资收入 也作为不征税收入对待 三 18年的9月10号起 对全国社保基金取得到直接股权投资收益 股权投资基金收益 作为解锁的税不征税收入 好 有没有想崩溃 不用崩溃啊 不征税收入 先把这个财政拨款解决掉就可以了 记住财政拨款不征税 后面的看书 因为后面这几项它不涉及应用 就看熟了你认识 一看知道这不征税收入结束了 好 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 国债利息收入是免税的 免征且所得税 第二个 符合条件的利息红利收入 免征且所得税 但要符合条件 这个表格呢 非常长 那我首先说 这个地方是往年同学们 一学到这个源泉扣脚的时候就回来问 所以每次在这里都很很烦很烦啊 所以呢我给大家干脆就把表都写完整了 但实际上这一半部分 这些PPT我觉得是废的 就是他不会在这里给你考察到 你只要知道 非居民企业 那咱们用源泉扣脚处理的部分 他是不免税的 非居民企业他取得的这种股息红利的收益 是涉及到源泉扣脚的部分 他其实不免税的 并不是这个源泉扣脚的 才是 适同居民企业去考虑免税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不用在这里深究 主要是以前提问的多 我才给大家写的 实际上本质上 就是掌握前面这个表格就好了 这个地方考的非常多 关键把这个点给我看懂 首先是居民企业和居民企业之间 居民企业和居民企业之间 那如果被投资企业 像投资企业分取 分了股息和红利了 那么被投资企业 他是未上市居民企业的 投资企业取得这笔股息 免中企业所得税 这个是100%米 假投资于乙 假公司投资于乙公司 如果乙是一个未上市居民企业 那么乙给假的这个分红 在假这里 是不是股息红利等 全益性投资收益啊 但是他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关键乙得未上市居民企业 如果乙是一个上市的居民企业呢 那看假持股多长时间 大约等于12个月 那乙分给假的股息是不用交税的 小于12个月 乙分给假的股息 假要考虑纳入应税收入当中 好 所以是假企业投资于乙企业 都是居民企业 以上市没有 没上市 他分给假的这笔股息一定免 上市了 那么假持股够12个月 免 不够12个月 不免 好 紧接着 符合条件的非盈利组织 从事非盈利活动的收入是免税的 但从事盈利性活动取得收入 依法征税 第四 下列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这好意思找他交税 肯定是免 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居民企业提供的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免 国际金融组织 第五 关于债券的减免税 这里头不完全是免的 首先 对企业取得的12年级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 免 然后第二个 在一定的这个期间内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债券利息收入 赞免 第三 一定期间内的铁路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 减半征收 关键是这 前面几个债券利息收入我们都是免 但是铁路债券 企业持有铁路债券取得利息收入 减半征收 并不是免 所以这个点很容易形成干扰项 铁路债券的利息收入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好 那这个几个免税的收入就给大家说完了 然后你又很崩溃的感觉 什么政府政府 国际经营组织之类的 这个是看熟 看熟就行了 没有应用 关键呢 是国债利息免税 以及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 什么是免的 什么是不免的 这页PPT给我看懂了 才是关键的 好 那接下去 提示一 谈到严格区分 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谈到过了 但这里稍微知道一下 不征税收入 对应的折旧 贪销 费用 一般是不能够在税前扣除到 而免税收入 对应的折旧 贪销 费用 一般是可以在税前扣除到 注意区分 好 那我们针对这个点 练习一点题目 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中属于不征税收入的 问不征税的 那应税的就不能选 免税的也不能选 A 依法收取纳入财政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这个是不征税收入 各级人民政府纳入预算管理的 事业单位拨护的财政性资金 不征税收入 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取得到 这个是免 这个是免的 D 依法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征税收入 C属于不征税收入 只能选择ABD C是属于免税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道例题 2020年 假企业取得了下列利息收入 其中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有 那问免征的 应征的和不征的就都不应该选 A选项 国债利息收入的确是免征企业所得税 B选项 企业债券利息收入 咱们没有涉及到相关的免税或不征税的规定 所以它是一个应税收入 C当年发行 当年发行也就是20年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 这个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当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利息收入 咱们讲它是减半征收的 是一个混淆点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题目问免中的选择AC两个选项 可能同学们会感到有点恐惧 你看这个债券利息收入什么的 考得蛮细的 其实呢 这里几个内容是去年新增的 当年新增 当年的题库里非常爱考 好 不多说 接着往下走 下列属于免税收入的 那就是应税的不选 不征税的也不选 A选项 全国售保基金取得的直接股权投资收益 这个是属于不中的 B 转让企业债券取得的收入 这个是属于应税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 这个的确是免税收入 现金上人民政府 将国有资产无偿化入企业 并指定专门用途 按规定管理 这个是不中税收入 所以免税 咱们这个题选择C选项 好 那这是第一个提示 要求大家一定要把不征税免税区分开 问免税的 你不要把不征税的选进去 问不征税的 免税的也不能选进去 紧接着 我讲收入这个单元 反复强调 这个内容 收入总额是大圈圈 除非你是不用确认收入 那你就不在收入总额里 否则所有的应该确认的收入 都在收入总额里 只不过有一些是不征税的 有一些是免税的 有一些大部分是应税的 这个图要巩固好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 来这样的题目 应该记入收入总额的 有 问收入总额 那就是应税的 要选 免税的 要选 不征税的 也要选 对吧 人家问这大圈圈吗 好 那么石化公司的债券利息收入 180万 选 要确认就得选 国债利息收入虽然是免征的 但也得选 他问大圈圈 技术转让收入 也得选 羽绒服销售收入 货务销售收入 更得选了 所以是ABCD全选 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属于应该确认的 那你不管是应税的 免税的 还是女酸涉及减征免征了 都要计入收入总络 好 这是第二个提示 其实这个提示 我一直给大家谈到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提示 那么这个提示 有一丢丢难 但不要着急 咱们努力一下 可以把它理解下来的 好 我们说 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它是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道 先说这句话 能不能理解 收入总额 减不征税收入 减免税收入 减允许扣除 减允许弥补的亏损 出来所得额 所以减掉不征税 减掉免税 是不是不征税免税 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呀 这个先理解 那 如果是直接法计算 那我们不征税免税收入 就是从收入总额当中减出来 你比如说像下面这个案例 假企业会计利润600万 其中取得销货收入 转让财产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就说它有这三项收入 这三项收入 销售货物收入900万 要劝收入 转让财产收入60万 要劝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40万 要劝收入 在收入总额里 只不过它可以免 好 那我们这个题目的收入总额 其实就是1000万 对吧 但是收入总额出来之后 减去不征税收入是0 这案例没有涉及到 减掉免税收入是40 然后 他还说允许扣除400 那我们减掉这400 有说亏损吗 没有以前年度亏损 好 那收入总额 减不征税收入 减免税收入 减允许扣除的项目金额 减以前年度亏损 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这个东西就叫做所得额 那我这种方式是直接 你看我利用这600万这个 会计利润了吗 没有 我直接从收入到扣除到亏损 来一步一步的 算出我的所得额来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直接法 那最终我这40万的国债利息是没有进入所得额的 进入收入总额后减出来 好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一般你要题目里没有提会计利润 我们就直接把自己动手算 可是这百费会计利润了 我们能不能把税快的差异做一个调整 直接就换出来一个税法口径的利润呢 能 来这里头主要税快有差异的 就是这笔国债利息收入 扣除的这个我们粗略的把它忽略掉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 那你看前面的收入 销售后收入 会计上确认900万收入 税法上确认900万收入 没差异 转让财产收入 会计上确认60万收入 税法上确认60万收入 没差异 收入部分 差异在这40万上 会计上确认40万收入 税法上呢 它是免税 免税 它不计所得额道 所以来 咱们来学纳税调整 不要去计 理解 我们讲会计利润 这600万 它是加了这40万的国债利息之后 算出来的600万 对吧 这国债利息会计上 它是要要要计入利润总额的 啊 它这40万加完之后 算出来600万的 可是这40万的国债利息收入 我在算所得额的时候 它影响所得额吗 我加完以后 减出来 我这国债利息收入 对所得额的影响是多少 零 加了40万 算的会计利润 对所得额是零影响 那你要把会计利润 调为所得额 你说怎么调 再来啊 加了40万 是600万的会计利润 然后所得额算的时候 这影响是零 我现在这600万知道了 求这个数 怎么求嘛 调解40万啊 哎 是不是把这根线拉下来 调解40万 就是所得额 所以所得额 不就是在这600万的基础上 减掉40万 出来560万的所得额吗 所以你不要去背 你去理解 不征税免税收入 会计上影响会计利润了 税法上不影响所得额 所以纳税调减处理 好 慢慢来 间接法我们后面会慢慢慢慢的 给大家提到 好 那 这是我们不征税 免税收入部分 几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包括小立体 小话号 回顾一下 咱们这个单元的考点 那我们这个单元内容相对比较多 首先 概述部分是要求大家会区分货币 还是非货币形式的收入 然后收入 我们首先我要掌握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分类 销售货入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 主要财产收入 股息红利等全性投资收益 等等等等 在这过程中 我们专门给大家列了一个提示 有个小表格 对卖啊 还是用啊 还是分红啊 给他做了对比 一定仔细去看 收入什么时候确认 我们按表格去熟悉 因为它是文字题 确认多少 那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四项典型业务 尤其是商业折扣 你就换新这种跟增值税有对比的 满意增意这种跟增值税有对比的 那按我们给定的表格 表格里有处理的 要点也有例子 充分的去熟悉好 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哪些是不征税的 哪些是免税的 肯定是主要靠记 但是重点项目先熟悉起来 非重点项目 有时候就是忘了 不要着急 后面随着你做题的深入 包括你有些东西消化为尝试之后 再来看 你就有能力记得更多 但我们强调的 你比如说财政拨款 你比如说国债利息 你比如说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这个股息 那一定要会 那几个要现在会 有些记不住的 这个不要急 然后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它和收入总额 应纳税所得额的关系 一路讲下来 一定要分清楚 一定要明白 包括不征税 免税收入 它是并列关系 不能给它视为交叉关系 也是需要着重的把握好的 好 那么企业所得税的收入 这个单元 我就给大家谈到这个地方 那么最后再强调一句 我们整个收入的单元 起码在大题里 它第一小题肯定会涉及到 要学扎实 而且在学收入的过程中 你要渐渐的完成你 会计脑变成企业所得税脑的过程 一定要换脑 否则企业所得税学不明白 好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单元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